今天下午位在石門區的林三鼻步道旁的岩石上發生了一起 釣客受困於膠岩上無法回到岸邊的事件 據了解在下午1點半左右 一名年約40歲的成姓男子獨自一個人帶著釣具 來到了石門林三鼻步道最外側的膠岩上 而根據附近的釣客表示 當時這名成姓釣客就在他身旁釣魚 過不到兩個小時就發現他身體不適 雙腳抽搐 頭暈想吐並且表示自己的恐慌症發作 因此也立即撥打119請求協助 很不舒服看他的狀況 如果是心臟方面的毛病更危險 自己單獨來這海邊釣魚 不適合 那真的太不適合了 不是不適合 非常不適合 眼前的椒岩被漲潮的海水阻隔了去路 而這裡的峰林石平常就有不少的釣客 趁著退潮的時候 徒步走到離岸較遠的椒岩上基調 而這名成姓釣客疑似是雞釣到一半恐慌症發作 無法自行走回岸上 因此消防隊也在獲報之後出動了大批人力到場協助救援 受困的民眾今天是來這邊釣魚 那因為下去的時候是退潮的時候 所以沒有海浪 後來要回來的時候 那個漲潮 因為本身有恐慌症 所以引發了一個肢體的反應 造成他的腳不無法行走 打電話向我們119來求救 有同仁用游泳上膠石之後 發現他並沒有受傷 也沒有其他的外傷 只是因為一個恐慌症發作 造成他手腳無法移動 我們現在幫他做生病真相評估之後 再協助他做一個呼吸的調整 讓他呼吸頻率可以低一點 讓手腳慢慢恢復正常之後 再由我們六名同仁陪同他 走水面過來 消防隊表示到達現場 當時發現有鄰近的釣客陪著他確保安全 在進行安撫之後 在消防隊的摻扶之下 將他從岩石上 並且趁著退潮的沙灘帶回岸邊 所幸今天的風浪不大 而這名釣客在經過休息之後 狀況也恢復了許多 最後就自行返家休息 記者 廖品函 許端逸 十門 采訪報導 好 采訪 鳩 采訪 柳 四